肉 白飯 開演唱會 增肥 踢球 街市 男人 愛人 結婚 紅人不紅的那個好像試過了 廣東話 恩子丹 《追龍》這部影片裡 我這次的得著是可以做到低豪的好兄弟 大家看到裡面很多情義的事情 例如我死那場 日後都蠻大膽的 恩先生 我待會臨死前可不可以給我加一句對白呢 我看著恩先生說 可不可以帶我回家 因為我死的時候在泰國 然後到我哥哥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告訴阿嬤 到出來了大家都很記得這場戲 而很感動 而那幾個對白是用潮州話說的 但是我 即日去講 潮州老師即日教我 我覺得好笑 其實我是不知道自己講了什麼 睡棺材戰師 那些大人不打吉利是呢 我就反而頭頭都害怕的 但是呢 那很多前輩化妝啊 幕後的人 一拍完 哇 你一定碰了 有才啊 他說 憤親裡面也是碰的 他們這樣說 哇 好東西啊 希望是這樣 我不是潮州人 我是中山人 所以那個潮州話是需要學的 因為我們頭頭 在潮州下來的時候 完全不懂廣東話 他就說 電影裡面我就聰明一點 因為我年輕一點 來到香港 很快接觸到香港的文化 我的廣東話給他們 講得好一點 但是都有一些潮州音 但是講這個潮州音 都會有一個問題 很容易就變成成神見荒 就會變成搞笑 因為我們這部電影很認真的 所以那部電影拍的時候 都拿得很緊 我就叫阿哥 阿豪哥 就叫 好小 一定要很有 就是 好小 一定要這樣的 大小 就是我叫黑哥 就是 這些就是一些的 就是稱呼 就是 又吃粥嗎 大佬 越住越好死定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 賺錢的能力 大家都不知道我真實工作的情況 講正因為 我們拍電影的很多時候 都是躲起來去工作的 很多時候都需要回去國內做演出 所以其實 我和我現在經常都不出街 所以我覺得家裡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住好一點 我曾經是否說好泡傳媒 其實是 我坐下就當你是朋友 我就會很直接 所有事情都會 說出來 近期我喜歡做很多訪問 因為 有這些你就聽到我的語氣 看到我的表情是怎樣 以前我不喜歡 因為你要拍硬照 拍完就 做一些文字訪問 而出來 其實不是我 所以 就不太想